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31号 好几个小伙伴来说 说这个赤字迷思怎么回事还没讲呢 这赤字迷思有一本书 然后呢 我一下讲的话呢 就是我要做一些这个心理建设 你也看出来了 我们现在讲这个 这种纯学术的东西 其实对频道实际上是一种伤害 不但没帮助实际上是一种伤害啊 所以呢 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真的需要一点点就是说 酝酿一下这个情绪啊 要不然越讲感觉这个 这么讲感觉五六块没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小伙伴呢 还有小伙伴喜欢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我喜欢讲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有这个收获啊 所以呢 反正好久小伙伴来催 我想酝酿一下呢 就开始讲吧 好不好 那他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先讲他的这个前言 他前面其实还有序言什么的 序言什么 都是这个其他人写的 我就算了 他这个前言是他这个作者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前言 好吧 那咱们就是前言要第一张第二张 他好像是八张吧 我们一个一个呢 讲下去 好不好 那先讲前言啊 前言赤字迷 前言他的标题呢 叫一张车贴的震撼 什么意思呢 他开篇第一句话 马克图文的一句话 他说 让我们陷于困境的不是无知 而是看似正确的谬论 是说有一定道理啊 然后他说2008年在路上看到一个车贴 车贴上呢有个男的 他裤子口袋的外翻 空空如也 穿着红般条纹的这个裤子 穿蓝色的夹克戴着星星装饰图案的高鲁帽 那就是山姆大叔嘛 这意思呢就是 就在车贴上贴了一个 就山姆大叔 裤子也没钱了 在这就说完了没钱都花光了啊 他说其实就是表现了呢 很多美国人和这位呢 就是说在车上贴着这个车贴的司机一样 他都相信呢 美国政府正在破产 财政预算已经无法解决呢 各种重要的问题了啊 不管是医疗保健 基础设施 教育还是气候变化 都不可避免的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拿什么来付这个钱 我们没有钱了 这个车贴反映了美国人民对国家财政事务 特别对联邦赤字规模的沮丧和焦虑 那基于呢 各党派政客对赤字的这种指责 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所有人提到政府的这些 鲁莽的财政行为的时候呢 都会感到很愤怒 毕竟我们作为个体 如果按照美国政府这种方式行事的话呢 我们早都破产了 但是呢 联邦预算和你的家庭预算有本质的不同 美国政府的经济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 同时根本就不用担心找不到财源的问题 戈白尼和追求他的科学家 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证明了是地球围着太阳转 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所以对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一个国家的赤字的话 也需要一个类似的一种整个观念的颠覆和突破 那本书呢 正在现在货币理论的角度 来解释这种戈白尼式的突破 让我们能理解到国家的预算 和我们个人预算是不一样的 我提出的主要论点 适用于任何拥有主权货币的 拥有主权拥有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 如美国英国日本奥利亚加纳 以及任何由政府轮断 发行法定货币的国家 现在货币理论改其实对中国也有用的 那现在货币理论改变了 我们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 向我们展示了几乎在所有情况下 财政赤字都为经济有利 赤字是必要的 我们对赤字的理解和对待方式往往是不准确的 与其错误的追求平衡预算 我们更应该追求现在货币理论所说的主权货币的一个重要的承诺 就是什么平衡经济使得利益能够被更广泛的人去共享 而不是只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按照传统的观点 纳税人应该是货币宇宙的中心 因为人们相信政府本身是没有资金的 因此唯一可以用来资助政府的资金只能来自纳税人 现代货币理论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观念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应该是货币的发行者联邦政府本身 而不是纳税人为所有的政府支出提供资金 税收固然重要 但是这种税收为政府支出买单的想法实际上纯属是幻想 是不对的 与凯恩斯同时代的阿巴勒纳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忠户者 他称其为叫功能财政 这个理论是根据政策是否能够有效运行来判断其优劣 它是否能够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贫困 带来更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在这些衡量标准之下 从预算矿充超出的这些赤字已经不再重要了 这样说来 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就是简单的多花钱吗 当然也不是的 联邦预算没有财政限制 并不是真的意味着政府可以无节制的去支出去花钱 每个经济体都受其自身内部发展的速度限制 这取决于实际生产资料的可动性 科技发展状况 以及土地工人工厂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如果政府试图在一个已经全速运转的经济体当中 投入更多的资金的话 那通货膨胀就会加速 所以限制是必要的 现在货币理论并不是说要无限制的去花钱 是肯定要有限制的花钱的 但是呢 不应该限制政府花钱的能力或者限制赤字 而应该限制什么 限制通货膨胀和实体经济的内部资源 也就是说 对政府到底花多少钱是应该有个限制的 但是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限制标准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认清那个真正的限制标准是什么 而不是让那个错误的标准来限制我们 所以现在货币理论将真实存在的对国家财政的限制 于你们幻想当中那种非必要的自我设限区分开来 让你知道你真正花钱的限制是什么 不是你的赤字 你对赤字有一个迷思啊 这个作者呢 他说呢 他在美国参议院工作的时候呢 是有亲身体会的 每当提到社会保障的话题 或者国会有人想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啊 医疗啊 保健的时候 人们都会说 我们拿什么来付钱 我们没有钱了 以避免增加的联邦财政赤字 但当涉及到扩大国防预算 救助大银行啊 或者给予美国最富有的那些人的 来巨额税收优惠的时候啊 即便这些措施已经非常显著的提高赤字 但从来也都不是问题了 那时候他也不担心他没钱了 对不对 所以联邦政府 永远在为啊 他们认为的那种重要的事项在提供资金 赤字并没有阻止小罗斯福 三十年代的时候实施的罗斯福新政 也没有阻止月下肯定离将人类送上月球 更从未阻止过国会参加他们想参加的战争 这是因为国会实际上掌管的钱包 如果国会真的想完成某件事的话 国会总会想办法生钱 只要立法者愿意 他们今天就会通过立法来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立足长眼 在教育技术和多样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公共投资 花钱与否其实是由政府政治的因素来决定的 显然任何法案的经济影响都应该被考量是肯定的 但支出绝不应该被局限在简单的预算的目标框架之内 2008年发生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经济衰退 那么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包括我自己 都认为这是一个像当时即将上阵的奥巴马 提供大胆的政策构养的一个好机会 我们督促国会制定一项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 但政府当时对进一步刺激经济兴趣不大 那么到了2009年的1月16号 美国四大金融机构的市值已经缩水了一半 劳动力市场每个月在流失几十万个工作岗位 和小罗斯福政府一样 奥巴马在1月20日宣誓就职的时候 恰逢了一个历史性的紧急时刻 30天之内奥巴马签署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并且获得了国会通过成为了法案 一些与奥巴马关系密切的经济顾问 极力主张的要增加赤字 觉得太少了 坚持认为实际至少需要1.3万亿美元 才能避免的经济长期衰退 但其他人对任何以一个万亿结尾的计划都犹豫不决 最后奥巴马选择了临阵退缩 为什么 因为在财政政策方面 奥巴马基本上还是一个保守派 他只能谨慎行事 只是总是选择数字较低的提案 你给他几个提案 他看哪个最便宜 他就选哪个 他不好考虑哪个最对 你知道吗 所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任 克里斯蒂娜罗默明白 这种规模的危机不可能通过区区的7870亿美元 就能处理的要解决 他提出了一个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他说好吧 总统先生这就是你的至暗时刻 丘吉尔的时候不是至暗时刻吗 让丘吉尔选择了向德国宣战 对不对 他说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他计算的数字得出的结论是 需要1.8万亿美元的资金 而这一计划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 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否决了 萨默斯他后来成为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 萨默斯或许可能 他也想要一个大一点的经济刺激方案 但是他担心 他担心就这种疯狂的1.8万亿美元的 这种救世方案的话交给国会的话 会引起国会的嘲笑 他表示公众不会支持 而且永远也不会被国会通过 咱不说萨默斯在想要什么 但是他觉得你提这种方案的话 你到国会也过不了 没有意思 那么日后成为奥巴马资深顾位的大卫 阿克塞尔罗德对萨默斯的相反表示同意 他担心任何超过1万亿美元的方案 将在国会和美国人民当中造成恐慌 国会最终批准的是7870亿美元 有帮助 但是远远不够 经济萎缩 随着赤字攀升至1.4万亿美元以上 奥巴马总统面临着赤字上升的严峻的挑战 2009年的5月23号 奥巴马接受C-SPAN参访的时候 被节目主持人斯蒂夫·斯库里问道 他说我们什么时候会把钱花光 奥巴马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没钱了 已经花光了 他的话印证了 就贴着山姆大叔车贴的司机 一直以来的怀疑 就是美国破产了 那么从2007年的12月 持续到2009年6月的经济危机 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社区和家庭 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花了6年多时间 才恢复了从2007年到2010年 减少了870万个公共的岗位 几百万人挣扎了至少一年 才找到工作 还有许多人再也没有就业 而一些找到工作的幸运儿 往往不得不满足于兼职 或从事比他们以往收入低得多的工作 同时房地产危机 吞噬了8万亿美元的房产 2007年到2009年 630万人陷入贫困 国会本可以 也本应该做得更多 但是对赤字的这种迷思深入人心 到了2010年1月 随着失业率达到惊人的9.8% 奥巴马总统不但不进一步就事 反而向反方向出手 奥巴马在国情资文中承诺 要扭转财政刺激政策 说不能再乱哈结了 他告诉全体国民 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勒紧裤腰带 做出艰难的决定 所以联邦政府也应该这样子 要缩减开支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更加沉重的 国家自我持续伤害的时期 这个人明显的是个左翼 他对奥巴马太宽容了 奥巴马也在指责 但是指责的太宽容了 奥巴马在此不仅是如此 奥巴马首先拿的钱不够多 其次拿出来的钱 并没有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全都用在帮助那些全美国最富的人 再奖励华尔街 这是华尔街犯了巨大的错误 但他拿钱去拯救了华尔街 奖励了华尔街 而伤害了其他人 在这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对奥巴马的批判远远的不够 好吧 接着说 他说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估计 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乏力 使美国经济从2008年到2018年10年间 丧失的高达7%的产出的潜力 我们把这一数字看错误 衡量美国在这10年间 本可以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以及收入 由于没有做好政策应对 经济复苏缓慢而疲然 损害了国家 经济损失达几万亿美元 在这10年里边 因为政府出手的力度不够 根据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 10年来的经济增长低于平均水平 使得美国的男女老少付出了相当于人均7万美元的代价 为什么我们没有制定更好的政策 你可能认为是因为两党已经变得如此的分裂 一直在打仗 以至于一直在打架 以至于即便是面对一场威胁到所有美国人 以及公司安全的国家灾难 国会都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当然这也是有道理的 他就开始指责共和党了 他特别明显的偏向民主党 我觉得他就算他不承认是个民主党人 他也是个民主党人 他说2010年参议院都市长领袖米其万亚强大尔公开宣称 我们想要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让奥巴马成为只有一个任期的总统 所以他就在拆台在捣乱 没有在认真的在拯救国家 但是当然了 政党政治并不是唯一的障碍 几十年来两党都拥护的对赤字这种偏执的政治立场 是一个更主要的障碍 更大规模的赤字 本可以加速经济强劲复苏 保护数百万家庭 并避免几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但是并没有一个真正有实权的人 在争取更大过敏的赤字 奥巴马总统没有 他的大多数高级顾问也都没有 甚至连参入两院中最激进的议员也没有 为什么呢 难道大家真的相信政府已经没钱了 相信政府破产了 还是害怕触犯选民的敏感神经 就像那个在这个车上贴着车贴着这个人 对不对 如果继续将赤字本身视为问题的话 我们就永远无法利用赤字来解决问题 目前48%的美国人表示 减少联邦预算赤字 应该是总统和国会的首要任务 那么这本书前沿 就是目的就要推动 把赤字当问题的人的数量 最好把他们最终趋近于零 但是这并不容易 但是这是本书的目的 让大家最后不要再认为赤字是个问题了 那本书的前六章 打破了阻碍我们国家进步的这种赤字的迷思 那么后面 在充分的研究了赤字迷思 背后的一些错误思维之后 我们需要考虑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赤字 是哪些我们应该关心的东西 我们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与联邦财政赤字 或人民应该相当的福利实际上无关 美国有21%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 这是危机 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被评为递家 连纪格都不够 这也是危机 今天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已经达到了美国杜金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贫富差距异常的高 这是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这是危机 有增长占面的通路头上基本上就没涨 就实际工资没有涨 这是危机 4400万美国人背负着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这是危机 如果最终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面临危害的话 人类最终无法负担任何东西 这可能是最大的危机 要解决气候危机的问题 这些都是真正的危机 但国家赤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的危机 川普总统在2017年签署的税说法案之所以糟糕 不是因为这部法案增加了赤字 而是因为这部法案实际上利用赤字 为那些最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帮助 川普呢他是要帮助那些就是说 既得利益者 就是说以右翼的 以共和党右翼的这种思维方式 他们总认为美国经济要发展的话 必须要依靠那些有钱人 依靠企业家 让他们来带领经济发展 这个在以前产业资本的阶段也是对的 但现在金融资本件是不对的 因为现在美国最有钱的人都是玩金融的 他们实际上基本上不投资实体了 如果要投实体的话也投到美国之外去 在美国本土基本上不投实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进一步的给他们就是说减缓税收 为他们增加福利 已经实际上对经济 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的这种补救 所以对他们现在减免税收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在拿钱生钱 而不是拿实业在生钱 他们是一种资本利得 这种东西实际上应该对他们增加税收 所以这样的地方来讲 现在看起来川普做的的确是不对 这个法案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把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放到了少数人手中 现在货币理论说明 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 并不取决于筹集足够多的收入 来支付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对富人征税 这没有问题 但不是因为没有富人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我们应该对亿万富翁征税 以重新平衡财富和收入的分配 并保护民主的健康 就是保护一个贫富差距不要太大了 这是主要的目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去抢劫富人来消除贫困 我们已经有了所需要的工具 这种必须依赖超级富豪的错误的想法 使这些富豪看起来比实际情况重要的多 这并不是说赤字不重要 我们所倡导的经济框架要求联邦政府承担更多的财政责任 我们只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基于资源负责任的预算 对赤字的这种迷思的误解 使我们在目前的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浪费和未开发的潜力 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政府敢于投资的话 有很多的这种东西是可以激活的 有很多的潜力也可以带动起来 但是现在并没有 现在货币理论给了我们想象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一种力量 现在货币理论用健全合理的经济学挑战了整个政治框架的现状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货币理论在全世界引起政策制定者 学者 央行官员 财政部网 活动家和普通民众的兴趣 现在货币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另一种社会的可能性 在这种社会中我们有能力投资普通民众需要的医疗保健 教育和有弹性的基础设施 我们可以推行优先考虑人类需求和公共利益的财政政策 就在本书英文版即将出版之际 新冠疫情全面爆发 他这本书最后应该是2020年好像纽约时报选的什么最创销书之一 美国国会已经承诺将投入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来应对疫情和经济危机 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 那么我们预计在未来几个月联邦的政府赤字会标升到3万亿美元以上 历史的教训显示 对预算赤字上升的焦虑和压力将导致政府减少财政预算以降低赤字 那么如果政府真这么干的话 这将是一场无以复加的灾难 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降低赤字 我们需要前来救市 现在和未来几个月政府应对危机最负责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增加赤字 增加支出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知识 因为疫情我们也出不去 可以了解到政府资金来自何处 以及为什么有切只有联邦政府能够站出来拯救经济 好吧 这是他的前言 看了看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他的问题在这就是说他很容易引起一些误会 就是他会让政府认为好像我们只要花钱就行了 我们的花钱是没有限制的 错了 花钱不是没有限制的 这个不是现在后悲伦要说的 他是一个有限制的 就跟这个你在我经常说 就跟你就制大国如棚小仙 就跟你在烧饭一样 不是说你持续不断的给他火候就好 你懂吗 最后会烧糊的 他是有限制的 但是他的限制和你原先以为的那个限制不一样 你原先以为我们在做饭的时候 我们给他火 对不对 我们的限制是什么 我们要看着我们的煤气罐里还有没有煤气了 对不对 如果快没有煤气了我们就要停火 我们不管这饭熟不熟 你懂吗 他告诉你不是的 你政府在给赤字 在给支出的时候 你不要看你的煤气罐里还有没有煤气 你要看的是你的饭 是熟了还是糊了还是没熟 是生着了还是熟的 是饭才是重要的 你的目的是要把饭做好 而不是看你的煤气还有多少 懂我意思了吧 这就是他的意思 好吧 那么这是他的前沿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我那是09年到了美国 我来到美国那十年 真的是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对我个人都有一些伤害 貌良心说 我们那时刚来的时候 去教会聊天 有一个教会的一位老人 他是来了美国几十年 长老 来了几十年 他也说 09年来美国真的是运气不好 他说美国的这个国家就这样 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 有钱的时候就是瞎花乱花 你知道吗 那时候就是你干点啥都能挣钱 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来了之后 美国人经济一不好了 就开始就吃憋 你知道吗 真的就是在吃憋 天天在吃憋 你知道吗 你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整个就喵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从09年来了美国 一直到最后 我们是18年出来 是不是 我们就整个从学校出来 对吧 18年我们从学校出来 我们也是18年开始做这个 对不对 我从09年到18年 差不多也是10年 对吧 要是08年到18年的话 实际上是9年 09年到18年 其实真正就是10年 就来美国的这10年的这个期间 美国经济不好 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在这里 不管是上学是工作是干什么 我们都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影响和伤害 是不是 现在看起来如果像他说的 其实当时的政府 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 可能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现在这样子 可能会发展的更好 可能会发展的更好 而当时不敢动手 可最后又怎么样 到了现在 当时就是 那个1万亿 2万亿的这个债务 都担心 现在动不动 就三十几万亿的这个债务 而且现在差不多每一年 又增加1 2万亿 不当然 就是说 即使按照就是说 它的现在货币率来讲 美国现在也出问题了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引起了非常严重的什么通货膨胀 对吧 而且这个通货膨胀 现在长期的解决不了 对吧 就是按照现在货币理论来讲的话 就算我们不看 我们煤气挂点多少煤气的话 我们单看只看这个菜的话 现在说白了 每年厨师把这菜烧糊了 没有问题吧 火烧太大了 引起了这个极大的通货膨胀 当然 我也承认一点 就是这个通货膨胀 不完全是因为货币政策导致的 有很大的一部分 也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紧张 然后这个供应链不完整 和中国的关系 去中国化 以至于当然还有这个国家战争 引起的都有 这些问题都有 那这些问题都需要去解决 你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想单靠货币政策解决一个通货膨胀问题 实际上也不现实 所以呢 就是货币政策吧 有它的这种功效在 但是呢 它并不是说一定能解决的这种地缘政治 或者是这种就是战争的这种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说理性的去看待它 那不管怎么着吧 前言讲完了 我们后面会 我们争取吧 就是说每一期讲一章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不知道它那一章 那个程度是怎么样 我们看一看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争取每一期讲一章 然后呢 一共有八章把它讲完 希望呢 我们都能够学到一点东西 反正就光这个前言来讲 对我来讲 我也在思考我来的这十年 他讲的正好就是我来这十年嘛 四十年 我想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吧 我也知道讲这种东西吧 看的人也少 对我们也有伤害 但是我想最终我还是有收获 就从收获和伤害来讲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还是收获更大一点 好吧 那么当然还有爱看的观众 那就太好了 我们一起呢 也共同提高吧 这个真的是 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共同进步 共同提高 好吧 那这些也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